三个要素 呼吸 一个 观想 再来呢 一个 就是摩擦 三个 结合起来 让你着火发生 但是这个修行 蛮 蛮辛苦的 因为要很久的修 你着火才能够生起来 你气一定要足 你懂得九劫佛风 懂得金刚颂 懂得饱瓶气 懂得无肉 再修走火 就比较容易 呼吸有慢 闻火 闻火的时候就是 吸得很慢 进去 吹这个母火 那母火大概就是摇一下吧 然后 第二个呼吸 闻火 摇 真正在 要让他生起来的时候 就用 五火 五火是 很大力量的呼吸 火车在开动 火车在开动 又短 又短 又急 那个叫做 力动呼吸 叫做 力动呼吸 有的 为什么要这样子 做力动呼吸呢 因为 力动呼吸 很容易让火生起来 这个时候啊 你在用摩擦的方式 在那个 在那个 济下四指的地方 用摩的 把它摩的 非常的热跟烫 再观想 他的佛 往上 往上升 再用 力动呼吸 就产生了一种力量出来 那时候 腹部会热 腹部会热 然后热 可以一直到了顶 可以燃烧明点 这是一个方法 老师真是发家 有人问 你为什么钻发 轰井化呢 这个人 发家就回答 因为不会有一棵树 跑来找我的麻烦 说我画的一点都不像 这好像不怎么好笑 大家只是 微微一笑而已 不好笑的笑话 哦 这个是 中国的笑话啦 有一个人姓魏的 他讲说 以后要 以后要生三个孩子 名字我就想好了 一个叫胃酸 胃痛 跟胃溃疡 这是中国人的 那个性的笑话 那我们 生起的走火 完全呼吸 是没有观想这个 你的会部的 不观想会的 这个呼吸 也不是到位的 也不是到位的 呼吸要在 济轮 底下 柿子的地方 哦 济轮 底下柿子的地方 一定要观想那里 有个 有两个 这个三角星 跌起来就像 大卫星 大卫星 那么 他本身呢 本身呢 他在 上面的这个 立体的三角形 那么在 在这边 在上面那一个 生法宫里面 产生出来 产生出来的佛 大家要记得 那个地点是在哪里 就记下 四个指头的地方 济轮在这里 四个指头就是在这里 这个地方 是生法宫 从这里 有一个佛种 由这个佛种 产生佛以后 到时候他会燃烧整个前身 你身上 上身会燃烧 又往下身燃烧 就整个身体 全部在佛里面 这一种禅定 叫做佛光三昧 这一种禅定 叫做佛光三昧 刚才讲胃 所以这个呼吸 不是在胃的地方 完全呼吸不是在胃的地方 这个也是 只有 只有中国人才听得懂 有一个小男孩 在燕子里面玩 他在医院里面 他到了医院里面 在医院里面玩 听见大人讲说 这个气管炎 气管炎 他就跑回到家去问爸爸 爸爸什么叫做气管炎 只见他爸爸 他稍稍稍地趴在他的耳朵上 等一下你妈出去了 我再告诉你 这种笑话 只是讲那个身体的 气管 在解释宴上 在解释宴上 有一个同学对老师讲 我必须要敬你一杯 你对我真好 每次讲完一题 都会第一个问我明白了没有 老师回答说 其实我是觉得 只要你明白了 大家都会明白 我跟大家讲的是 大家都应该要明白 大家都要清楚明白 因为我讲的非常的仔细 讲的非常的很仔细 利用呼吸 完全呼吸 利用观想 要想他是 红色的 有热的 而且会发光的 第三个 就是用摩擦 让他生热的方法 让他生热的方法 摩擦生热的方法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米勒日巴 他在修这个 有很多次的失败 最后他终于修成功 这个必须要有恒心的 很有恒心的 属于心理跟生理 都包含在内的 这个就是 所谓密教 内法修行的佐佛 你一定要有恒心 很努力的去做 这个事情